今天在青岛的台东三路这边 咱们找了一个地儿 过来撸一下 劝君不要来台东 这边好吃的太多了 你在减肥的路上很容易迷失自己 98块钱的双人套餐 你快不快乐我不知道 反正我说很快乐了 现在这些团购餐吧 团购本身就很便宜了 还有一些免费的小食品 什么调料 什么饮料全免费 这个牛排这个 我觉得是他家的一个拳头产品 你这个食物我在上锅之前 你要尝尝嫩的话吧 还是那句话 他的按摩肯定得做得非常到位 所以我严重的怀疑 他的后厨房有一个大手 专门每天在这个厨房里面 把这些鸡肉 把这些牛肉 把他腌制这些肉 首先先不打一顿 把他们身上的筋全部打断了 然后才会那么嫩 好 给我蘸点那个蘸料啊 好 别忘了 好 满股 这个套餐可以加生菜吗 可以加一份 可以加一份啊 那还挺好 来 行 你给多加点啊 能吃了 说这个酸菜是他家一个特有的一个特色 烤酸菜里面还有肉条 我以为他能上韩国泡菜 结果他没上 特餐里面没有韩国泡菜 上了一份这种 所以奇怪 本来那么平平无奇的培训 平时吃也觉得那么回事 但是经过在这么一个铁板上 反复的一个烧烤 这个肉的味道立马又变得不太一样了 啤酒最好的伴侣 还真不吃海鲜 他们说吃海鲜吧 你痛风 但真的是烤肉 全世界各地都这么认为的 真是烤肉 北木南这个烤肉 自己的肉用自己的 你可以说独特的腌制方式吧 每家烤肉都是每家烤肉的强调 这不用问 一定会让你吃到非常受用 特色就是开在商场里面 比较干净嘛 所有的东西吧都在明处 让你吃的时候一目两然 现在吃饭吧 其实吃的味道是一方面 好停车也是一方面 然后在台东这边吧 它是在万达里面 万达里面自己有个停车厂 反正你开车过来吧 把车停在下面的停车厂 肯定得要上瓶啤酒 准确的说吃烤肉 配这种清爽型啤酒 还是比较对味的 是吧